我們傳媒的朋友過來 我們就當有一個關於網絡上面 就是Wi-Fi上面 在香港普遍現在有些市民擔心的問題 就是那些網上欺詐 還有市民在Wi-Fi上面 留意在一些數據上面 被人去拿走等等的安全上面的問題 我們就做了一個問卷 我們自由黨資訊科技的趙澤民 李梓敬議員主力去負責這次的問卷和報告 所以11月的時間就會交給李梓敬議員 就跟大家去報告一下 好嗎? 麻煩 謝謝 謝謝 邵理議員 我叫李梓敬 就是自由黨資訊科技發展的趙澤民 也是香港創科業協會的主席 就著這個民調來講 我們就是由2月13日至2月18日期間 其實我們隨機訪問的形式 就是訪問了大概2,096位香港市民 這2,096位之中 因為只有7,096位用公共WiFi的經驗 所以我們以下的答案是第一和第二條之後 我們的數據是根據7,094位受訪者的行為 是作出這個講解的 那麼我們在這個問題的問卷調查 我們第一條問題就一定要篩走 沒有用智能手機電話的受訪者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公共WiFi 讓大家知道其實應用在這個手機 或者是Laptop都用得到的 但是我們這次的調查 其實主要針對的是手機為主 Laptop也有說少許的 但是所以我們第一條問題 就是問我們的受訪者 有沒有使用智能手機電話 那麼在2,096位受訪者之中 只有1,349名是有使用智能手機電話的 那麼我相信這個比例 為什麼會比我們全港式的數據低呢? 我相信是因為我們這個電話訪問 因為我們訪問了一些固網 以及流動電話的用戶 所以有機會有一部份固網電話的 可能會打給一些年紀比較大一點的 所以就是解釋了這一方面 在數據上和大家認知上的一些差異 那麼第二條問題 我們也問他這個也是很主要的問題 就是有沒有上過公共WiFi的 那麼這部分 答有的就是有794名的受訪者 佔了受訪者的58.86% 而沒有的就是555名受訪者 佔了受訪者之中的41% 那麼其實可見大部分有使用智能電話的人 其實都會是上過不同的一些公共WiFi的 那麼我們就開始在這條問題之後 基本上就是西政794人 那麼開始就轉入一些跟公共WiFi的安全意識的一些問題了 那麼我們第三條問題呢 就是問他究竟知不知道加密WiFi 以及沒有加密的WiFi是有什麼分別的 那麼如果英文來說加密就是encrypted 這樣的意思 那麼是有滑達資的是有389個 是比這個不知道的405個是為少的 但是當然大家都不是說相差的太遠 那麼其實呢 現在加密和不加密的分別其實是哪裡呢 就是說如果大家去Access這個公共WiFi的時候呢 如果大家看到你在選擇那個WiFi的那一刻呢 或者他已經叫你去進入一個Password和UserName 那些就會一定是加密了的 那麼相反的有另外一部分就是 可能你按了它是完全沒有問過你任何東西 或者有一些其實你按了之後呢 它會彈一個叫你是Service Agreement那一類 其實那些都是沒有加密的 那麼有一些就是有部份 就會是類似我們去酒店啊 那那些呢 其實你按了之後 它就沒有馬上問你的Password 但是你在那個Agreement page那裡 它就會問你的Password 那麼這裡呢 也都是有不同level的一個公共WiFi的使用情況 但是就是反映了 其實也有很大部分的市民 其實不知道其中的分別 然後我們就問一下它第四條問題 就是有沒有經過這些公共的WiFi呢 去使用一些好像網上銀行 網上購物 或者是整個過程裡面需要輸入一些信用卡資料 或者財政上面的資料的一些數據呢 那是答有的就是97個 那答沒有的有697個 那麼佔了87個percent 雖然我們看上來好像 就是大部分的市民都知道是公共WiFi 不應該去進入這些資料 但是也有差不多12個percent的人是有做這些事呢 就是可想而知其實這個情況呢 其實都是有部分的人 對於這個就是上公共WiFi的危機意識的話 都是其實就差很遠的 那麼第五條問題了 我們問它就是 究竟上公共WiFi的時候 有沒有採取一些保安的措施呢 那麼保安措施呢 那麼有的人就是158個 而沒有的人就是636個 那麼其實你可能會問 那什麼是一些保安的措施呢 如果根據政府的WiFi的指引來講 其實分幾方面 第一就是剛才我提過的一個 就是究竟是使用加密 還是不加密的一些公共WiFi 那麼可能有某部分的市民就會選擇 只是用加密的公共WiFi 那麼那裡是一個基本的第一層 那麼如果使用一些沒有加密的WiFi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可使用的保安措施 譬如根據政府就會說 就是第一是可以選擇 只是接觸一些叫SSL Certified 是SSL的網站或者Apps 那或者就用VPN 因為很多人對VPN的認知 其實就覺得是用來翻牆的 但是其實VPN是可以做得到 可以是一個保安措施 因為基本上會使用公共WiFi的其他人 他沒有辦法知道你的IP address 因為一個黑客如果掌握到你的IP address 其實他已經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麼這個就是有關的第五條問題 那麼去到第六條問題 我們就問有沒有試過用完公共WiFi之後 然後電子裝置就曾經被黑客入侵 那麼都差不多有成是7.56%的人 是表示有的 那麼這個看來不多 但是其實數字都是相當之驚人的 因為可能這些黑客入侵之後 可能會導致他們可能財政上面的損失 或者其他可能裝置上面有些什麼的問題 那麼就住這個文件調查 就是我們得到一些數據之後 其實我們看到有差不多成六 就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加密WiFi和不加密WiFi的分別 那麼似乎不少的市民 其實沒有什麼是保護個人的資料的意識 那麼所以其實我們在政府那方面 政府其實就住公共WiFi 在2018年的11月 它是做了一些改變的 其實之前政府的公共WiFi 就是政府提供的公共WiFi 它就會有分到 Encrypted Channel 和Unencrypted Channel 那麼Unencrypted那裡就這樣 就是什麼都不用按下去 那Agreement就可以了 但是它就會在2018年11月之前 它會提供你 那你應該要去加密的版本 但是2018年11月之後 基於某種原因 當然它就說是因為 其實本身加密的都不能加密 但是我相信是因為加密的 那個Channel的使用率是不高的 那麼它就減掉了加密的那一部分 所以這裡我們認為 政府固然它 它控制它的公共WiFi 其實它有它的 purpose 但是它們也要關注 使用政府提供公共WiFi的使用者 其實那個安全 還有在與此同時 就是因為現在黑客入侵的事故 開始在世界各地 包括香港都可能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當局 是可以防範於美然 加強我們香港市民 對於公共WiFi的安全意識和知識 譬如透過一些教育和宣傳 去提高市民對這方面的了解 除了因為政府的WiFi 政府有自己的控制權 但是其實現在很危險的 就是其他的非政府提供的WiFi 外國有些例子 就是在一些好人不多的地方 它是做一個 就不用上的unencrypted的version 例如假設在某大百貨公司 那它叫ABC百貨公司 那它在旁邊製造一個WiFi 叫ABC 它就明明它叫ABC百貨公司的免費WiFi 那些人不知道的 它不懂得分 那它就按下去 然後它就會問你 我可以進入某些資料 那這些騙案在外國其實是有的 然後它拿了掌握這些資料 在之後 再很多時候控制你的手機裝置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 再去掌握你的資料 再進行行片 那所以這方面 其實政府也要跟一些大的WiFi Provider 去聯繫 希望可以增強市民的了解 增強網上的保安措施 才可以令本港的市民 和來香港旅遊的遊客 可以放心地使用 我們本港的公共WiFi服務 好 或者小燕有沒有什麼補充 好的 全部的朋友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問問你剛剛說到有幾種加密的方式 可不可以簡單地說一說市民 其實有什麼方法可以簡單地判斷哪些 哪些是安全的 哪些是不加密的 而且市民 如果用公共WiFi 還有什麼其他確實是保安措施 如果真的用不WiFi 即是沒有加密的WiFi 首先呢 剛才加密的WiFi 就是說 當你去到這一版 就是 你去選WiFi的時候 譬如現在這裡這樣 在這一版 大家去選WiFi的時候 有 當你如果一按進去 他已經問你要Password 譬如現在Let's go Member 即是立法會議員 這個就是加密了 一定要立法會議員 他有他自己的set的Password 以及用戶的名稱 才能登入 這些就是加密的WiFi 有某些電訊商 譬如他會給你一個免費的WiFi 譬如他會給你一個免費的WiFi 他會給你一個免費的WiFi 他也會給你一個username 和Password 那些都是加密的 那些都是加密的 但如果沒有這一部分 譬如你Let's go Public 你按下去 他會彈一個browser 叫你agree on service agreement 那些就是unencrypted 那如果用unencrypted 那些他怎樣去保障自己呢 剛才也說過了 政府也出了指引了 就是你不要去access一些 非沒有SSL certificate的網站 或者是application 現在有些browser的setting 就會告訴你 即是當你去某一些網站 它是沒有SSL certificate的時候 它會warn你 但是有些人可能 基於某一些安全意識不足夠的問題 他就照去那些SSL certificate 現在其實大部分 大一點的網站 大一點的網站 其實都有這個SSL certificate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用VPN VPN VPN就是 大家普遍覺得是用來翻牆的東西 那其實他會用另一個IP address 那用這兩道 都是市民可以採取的保安措施 但當然啦 其實最理想就是 都是不要在公共WiFi那裡 就是進行網上購物 或者是輸入自己的信用卡 或者其他的財務資料 就是這樣 想問回沒有SSL certificate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 應該要再問 我想問是不是 HTTPS就是有的了 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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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就一定是有SSL certificate的 其實如果你去 譬如現在主流的那些browser那裡 他那個 那個 那個 Domain Name的左邊 如果他有一個鎖的話 是的 那就是的 那裡 想問一下 你們剛才說到有7.5% 60個人用完公共WiFi之後 被hack了 是 那你們有沒有收到一些case 或者有些 請你一些求助 是說 用完公共WiFi被hack了 被hack了 有些財務損失 可以分享一下這類的case 有啊 我自己本身是深水埗區議員 我是服務區有一村 也曾經有居民向我們反映 就是說他曾經用過公共WiFi之後 那他呢 就 電話在某一個時間那裡 突然間 他會update某些東西 OK 那他update了很長的時間 那他突然間 但某一部分那裡 就叫他去 入某一些信用卡的資料 那他呢 就 不是 他不是叫你入信用卡的資料 可能他已經有信用卡的資料了 那他只是叫他入那個 CSV 就是那個後面那個三個字的 那個 保安密碼 對 信用保安密碼 那他入了之後呢 就是 也都他收不到 那個銀行 給他有關於 有數過了那個SMS message 他收不到 OK 那之後呢 但是呢 後來他收到信用卡單的時候 就有兩個transaction 就是correspond to 那個時間 就是進行了 那他嘗試了五次 但是有兩次呢 是成功 過到 萬幾元的一個 這樣的數字 那他去到這個 匯豐那裡 那裡 某銀行 那裡去投訴的話 的時候 就發現 因為是他自己進去的 那個 對 因為他自己進去的 那麼 根據那個銀行的protocol的話 就不能夠 是 因為現在其實有chargeback protection 如果你騙的話 但是如果你自己進去的話 就沒有 那也是有這樣的個案 那最後有沒有說 那個國安有沒有抓到 抓 這些是抓不到的 就是很難抓到的 甚至乎其實犯案那個可能 很極可能 根本都不在香港 是的 OK 各位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所以問一問呢 如果是彈事槍出來的那隻的話 那是否 不是 是 是 是的 就是他不是一開始 不是他彈事槍 你入了Password之後 你入了Password之後 他都可以再彈一個 就是Service Agreement那些東西 是的 但是 那個就不關事的 那個關鍵是你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如果沒有之後 再去彈事槍再進去買 那些都不是的 是的 OK 好 OK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